欢迎收看世界观 墨西哥来近星期日举行大选 选出总统、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等等 外界都关注当地会不会诞生第一位女总统 今后又会怎样应对治安和妇女受约问题 墨西哥总统选举进入最后阶段 代表执政国家、复兴运动党在民调领先的候选人 殷包姆近日在首都墨西哥城积极拉票 他也是当地的前市长 61岁的殷包姆是现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盟友 他有犹太人血统 又拥有能源工程学博士学位 2018年当选墨西哥城市长 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2020年生效 美墨政府也要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殷包姆倡议墨美两国要保持合作 但要求对方尊重墨西哥国家主权 因包姆主打安全和基建牌 他强调一旦当选 将会在未来六年任期内 兴建长达1万8千公里的铁路网络 他又提到前年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 警方曾经检获重1.6吨可卡因 他相信在应对全国治安方面 可以参考过往的成功经验 因包姆的主要对手是代表反对派联盟的61岁参议员加以维斯 他关注妇女受约和性小众权益 路透社引述最新民调话 因包姆支持率多达五成 加以维斯就有三成四 而代表公民运动党的亚尔雅雷斯 只得一成三 墨西哥治安长期恶化 在格雷罗州 反对派市长候选人卡夫雷拉 星期三出席拉票活动期间 遭到枪手袭击身亡 美联社说 今年累计有二十几个候选人被杀 大部分是参选市长或者地方议员 当局早前估计 每年有超过二十万支枪 由美国走私到当地 而有关妇女受约和不平等问题 同样是今届大选的焦点 这位曾经遭到暴力对待的 十五岁少女 住在墨西哥东南部的乡村 她说以前曾经被家人用皮带鞭打 当我吃了咖啡 我会比较愉快 我的生活会改变 这位接受访问的少女 为了避开家人而选择结婚 但代价就是失去学习机会 按当地规定 女性婚后不可以再上学 根据2022年官方统计 墨西哥大约两成人口 有超过2300万人是原住民 过半数都过着贫穷的生活 有教育界人士说 希望新任总统可以探访原住民社区 应对不平等问题 印鲍姆去年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 曾经会悟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张润 他说高度重视对华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参与工业区项目 当时张润就说 中方赞赏墨西哥城市政府 对中国企业给予公平公正待遇 我们下星期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